贵阳的面简直是让我非常的意外 一个男方人把面做得这么好 我的妈呀 看这面 这碗面简直是我这半个月以来吃到最香的一碗面 这晚上当地朋友给推荐个鸡丝面 说贵阳就是早上常常面 晚上鸡丝豆花面 走 开到凌晨4点就一样点 一般只有搞夜宵的面 我跟你说 东西不会难吃 这不是到了吗 在这点是吧 那来个鸡丝豆花面 加脆哨 加个猪脚 鸡丝豆花面 菜碗扫子真是多呀 豆花 这就是鸡丝 手扔开 来一个 哎呀好 这个太美了 晚上吃个这 这是豆花面不是这灵魂吗 是豆花 你像我这老傻 我一天三顿全吃面都可以 贵州的面啥都好 就是量太小 嗯 真脆 吃个豆花 嗯 哎我知道他为啥放豆花了 这红油一放这面味腻 豆花解腻的 这谁发明这鸡丝豆花面啊 这谁发明这鸡丝豆花面啊 特别爽口 下个大猪鸡子 这么嫩的 嗯 这猪蹄卤得真好 酱香四溢啊 坏了一夹就脱骨了 太香了 这加个猪脚才12块钱 这也太便宜了 来 这碗没喝点 刚看酒完了看气的 一碗面两口 没了 没面了 三点 加个面老板 两块钱 两块啊 两块钱 两块钱 这个加一份多少钱 两块钱 那给我 把这个就放那个面里 走了 又来一碗 我现在吃这罐难受 这面这么好吃的 真讲哪这么小 这一碗面下来真是四十了 关键问题是 我不好意思再去加面了 你知道 真不好意思去加了 刚刚我去加老板这些说 你分量怎么这么大 你能吃掉吗 你会正常操作 嗯 正常操作 碟面是正事啊 这边吃面这红油一定要多加 我都舍不得大口吃 配着这脆烧吃 可以讲述了 说你们吗 经过油炸这个脆烧 油香油香的 特别脆 加了两块钱的小豆腐 这碗面 简直是我这半个月以来 吃到最香的碗面 咱们的视频光看面店算了 嗯 吃面太爽了 我估计各位不接受啊 鸡丝跟着面啊 混到一会儿分不清了 这是你中游我 我中游你 咱们兄弟们我还想吃一碗 我实在不好意思吃饶了 要不你吃一碗面 你就说你吃啊 嗯 这面是色香味一行都有 来啦 哎呀就等你呢 快快快 老板说他不够吃吗 他一个人 不够吃啊 完全不够吃 呵呵呵呵 我饭量是真不大 我这饭量是真不行 量太小 不能够饭量 这面吃完哦 再来个豆花 哎 嗯 嗯 配着脆烧 绝了 哎 太舒服了 晚上干了三碗啊 八吃饱 点评一下 这家店四颗星 太好吃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面少 对于北方人 对于我来说面少 刚刚大伙刚刚好 说sauce太好吃了 而且不贵 兄弟们 夜宵吃面 比啥都舒服 走 再点个少课 溜一点 走